就是我们打架和奖劳 在这几天台湾又发生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尤其让我们丢脸的就是这些绿蛙 还有这些绿网红啊 那什么疤什么种的 当时发生第一时间了 还想要把整件事情 好像继续要怪给大陆 然后要让台湾人觉得好像现在去大陆很可怕 哇 器官可能就没了 完完全全好像要去河里啊 你看我们这绿营执政当局都已经为台湾人想好 所以才把大陆设为这个旅游橙色警示 然后要利用这个丢脸的事情 好像要证明大陆真的是很危险 只有各位华田今天尴尬的来了 就在这几天台湾的新闻都在大量报道 也就是台湾南大深赴上海失联 然后岛内的海基会啊 续航给大陆啊写讯 当时啊 哇 新闻一报 非常多绿蛙都在那疯狂的洗 然后见烈欣喜的说 哎呀 是不是器官配罪成功了啊 甚至啊 有人就说啊 祖国美人出来打球 也就是叫周明轩啊 出来打球 因为周明轩你不是说大陆很安全吗 很安全怎么今天还会发生台湾人在上海失联的事情 你看当时第一时间一爆出来 真的台湾的媒体是疯狂的洗 然后疯狂的好像就开始 想要去把这风向 要去合理这个绿营之人当局 说大陆是危险的 因为我第一时间看到这新闻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那为什么我人在大陆我都没事 我身边那么多台湾同胞都在大陆打拼了 怎么他们没事怎么偏偏这个人也是 什么事情都还没有清楚之下 就开始去下定论 结果各位今天怎么样 今天绿蛙跟绿网红被中中打脸 真的一个字爽 国台办啊证实台湾男大生涉诈骗 遭调查 你看各位 啊绿蛙不是说男大生是被栽器官 啊绿大网红不是还在那 好像想要挑战是说 啊大陆不是很安全 真的我觉得你们反中已经磨争到 连一个事实都不先去了解之下 就想要立即的去操作 你们恶不恶心啊 结果各位你知道今天大陆一公布 到底这一位所谓失联的台湾男子 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发生了诈欺 就不要脸的来了 我们绿营之人当局竟然怎么样 竟然还在这表达不满啊 说啊大陆一个月无同胞 我通报你妈个头啦 各位台湾同胞啊 这些官员还是人吗 你们都不觉得自己很丢脸吗 自己的人跑去大陆搞诈骗 你还有脸在那表达不满 说大陆都不告诉我们 他干嘛要告诉你啊 你是谁啊我啊你 台湾在被这一些 完完全全没有想要解决两岸 只想要去更深化两岸仇视的人执政下去啊 真的 台湾同胞可能会倒大煤啊 当我看到绿营执政当局这样回应的时候 我就觉得What 你今天不是闭上你的嘴巴 趕快找个洞砖不是 还在那表达不满 为什么你都不告诉我 搞得好像你今天是拳头非常大的 搞得今天好像你的实力是比大陆强 其实各位我们懂的人都懂他为什么这样回应 你也就是要继续去升华台湾 尤其支持绿营的这些支持者们 对于大陆的不满 他们也只是要继续用政治的术语 我对大陆要很强硬 对老美都跪成这样的无所谓 今天连台湾人在大陆诈骗 还要继续在这强硬 还要把整件事好像怪给是大陆不通报 你说这些人还拿台湾人民纳税钱 拿我们最高的权利 我们到底我们脸是不是显贱 他说我看了都傻眼 因为今天事情都已经快水落石出 连绿梅都报道什么 说这个台湾的男子赴大陆卷诈骗 母亲类数说他很乖 半途跳车 他的朋友扑惊悚内幕 臣苦劝不听 你看连大绿梅恶力今天都报道这件事了 今天已经不是大陆的政府单方面去讲了 那他报出什么内幕内文都写得很清楚啊 他说9月23大陆国台办证实啊 郭南涉及诈骗案目前调查中啊 这个陈信同学怀疑人啊 整件事情的经过啊 当初啊因为游艺场的老板介绍工作啊 他分享给郭南 但他发现有意决定不前往 由于陈南与郭南是大学同学干亲业很好啊 察觉这个工作很奇怪 陈劝阻郭南要考虑清楚啊 疑似郭南在经济压力下决定前往大陆 他要去赚这笔钱的时候该劝的都劝了 你看连大绿梅都已经有做这个新闻的报道了 那请问一下那些前几天 还在那种见烈欣喜 好像觉得啊 终于可以证明 去大陆是危险的这些绿蛙 还有绿网红们 你们脸是不是被打爆了 而且还不止啊 来 这次新闻标记就直接写 22岁台南 傅路失联 母亲哽咽啊 儿子啊 被骗去赚钱啊 台湾人把台湾人卖出去 你看各位刚才来 今天害郭南的还是台湾人 所以你看嘛 这个是他妈妈讲的啊 郭南的母亲啊 表示已向警方报案人口贩卖 并呼吁啊 台湾政府啊 抓捕祖贤和集团啊 他提到知情人士啊 有安排很多出去 并有人被收押禁建 希望政府啊 争取人回台啊 他还进一步表示啊 不希望儿子后面还有人 因为这种方式而被抓出去 台湾人把台湾人卖出去 喊言啊 该行为中间有收蛮高的佣金啊 他称本来担心儿子被卖到柬埔寨啊 现在知道至少人还活着 更表示儿子不会做那些事啊 担心他有被威胁啊 最后哽咽 希望他能安全地回来 你看各位 其实光他母亲亲就这样一讲 基本上都可以说水落石出 所以你看绿蛙 你们还要继续想要去塑造 今天好像来大陆很可怕 会无缘无故消失 今天我觉得最恶心就是这些绿蛙 很喜欢用这种还不知道的事情 就开始在那边做文章 这就是整件事情最恶心 而且今年他妈妈都已经这样讲了 那你们这些绿蛙还有这个绿网红 想要塑造去大陆好像很可怕 不安全 那要不要出面道歉吧 结果搞来搞去真的很丢脸 确实是台湾人卖了台湾人 然后想要去搞诈骗 然后诈骗对象可能是我们大陆的同胞 所以最后韩国人只想告诉大家 这整件事啊 两个自行丢丢脸 而且啊 这也完全可以证明 台湾这种反中反到语恼 重点都是被那些绿蛙害 害到我今天我都觉得很丢脸 这件事很光明吗 我就觉得第一时间我看到说失踪 然后看到那么多这些绿蛙在那拼命的洗 是不是他的器官不见了 早就跟你讲大陆很危险了吧 拼命在那洗这些联论 然后加上这个绿大网红 所以今天大家也比较清楚看到这整件事情了 这也是我看到我就觉得非常合理啊 因为韩国人我在大陆 安分守己谁会抓我呢 今天我最难接受 尤其绿营的执政当局在那第一时间 还在那呛大陆觉得陆方未通胞 我就觉得非常恶心 好像今天任何一个台湾人都可以在大陆反罪 他是可能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所以被大陆抓 那台湾同胞啊 我们真的都是被这些人扑 被这些人说 更多人还不清醒啊 真的未来啊 我们的日子有多少啊 都很难说啊 都被带下来 全部是发布 你完全 Affili不会 怎么还不清兰奏 咳别说 我最不能知的 不清兰奏 改生肥